这个节目新闻报道应该可信度比较高吧 美国的这位科学家也是个大学的博士 在水下生活了95天 以前说在这里的记录是生活74天 55岁的独里 狄土里 是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教授 在水下9.14米的猪尔斯海底小屋 展开了为期100天的水下生活挑战 水下的压力是水上压力的1.7倍 没有减压 有压力 我也不知道这种有压力人会是个什么感觉 比如说去西藏是减压吧 是这样理解吧 压力增压是西藏是减压是加压 西藏应该是减压吧 我这个文科生 我也是算不上初二生 都不懂了 是减压 因为火车里要加压嘛 海拔越高越减压 是吧 海拔越低越加压 对 他就是在本来说是个水下实验室 现在被改成一个水下酒店了 在里面最长的有住过74天的 他这个打破记录了 生活了90多天 95天 里面有卧室 有厨房 有一个小型游泳池 还有一个小窗户 可以看到海景 图里表示 由于医学界 对于高压氧医学 也有研究 因此他并不在意 自己的生活年龄 出现逆转 他的研究初步成果 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结论 不谋而合 该团队在2020年 进行一项试验 多位60多岁的健康长寿者 在三个月内 接受了一系列的 60次高压氧治疗 三个月后 研究员分析 受试者的免疫细胞 发现 端力的长度增加了38% 生理变得比实际年纪更年轻 让图里好奇的是 未来回到地面 他的身体是否能够 维持这个状态 而且这样的状态 能可以维持多久 图里表示 自己的研究可以帮助 宇航员了解前往火星后的挑战 那么生活在水下又狭窄 又极端压力 可能是火星的生活环境 谈到海底的生活 图里表示 我喜欢这个地方 这里有个咖啡机 有一个电视 尽管不知道怎么打开这个电视 另外图里表示 非常想念自己的三个女儿 这张图呢 没有说明 他图并没有说明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但在这个图里面 有一个注解 他在这个95天生活出来以后呢 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测 发现他的细胞端粒 DNA被这个 延长了 延长了20% 该细胞数量呢 也增加了10% 这个DNA的小段被缩短呢 是使人衰老的一种表现之一 如果他被延长 就证明他返老还童了 这张图片可能就证明 他返老还童了 那么这边呢 就是他进去的时候 这边就是他出来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真的年轻了这么多 神奇吧 就是这些个洋人们 他们竟搞这些个 有的没的的 没中的东西 但他们会发现很多神奇的东西 比如说 在水底下生活100天 谁都想得到谁受得了啊 100天呢 别说100天 给我放了 10分钟我都受不了 那恐惧感 他们就可以待三个多月 这些家伙 而且发现返老还童了